開箱囉 大阪是游日熱區之一 而從大阪國際機場到大阪市區 最常使用的交通方式為JR以及南海電車 但對地市區大阪以及語言不通的人來說 如而從大阪國際機場搭到JR南海電車一定是錯的 因此開箱決定要來開箱 從大阪國際機場搭JR南海電車影像實錄 接下來開箱會說到這麼多的項目 可以依照項目的時間格進行觀看唷 大阪國際機場第一行下分為四層樓 一樓為入境大廳 而入境大廳有許多功能 待會會以影片實錄加地圖導覽方式介紹 二樓為日本國內縣的出境大廳 這裡有商店可以逛逛 甚至還有神奇寶貝的專賣店 三樓集合眾多商店以及餐廳 四樓則是你抱著JR字哭說不要回台灣的 國際線出境大廳 了解大阪國際機場第一行下後 接下來讓開箱網從飛機落地後開始說起 接下來的畫面為走出飛機到入境審查的過程 因為開箱網左手拉行李箱 肩上背包包 右手實相機 背後還有個背後靈 所以畫面有點晃啊 除飛機後跟著人潮走就對了 走一小小陣子就會看到電車 同樣跟著人潮上車下車 搭乘手機下樓後再經過檢疫口 檢疫你有沒有發燒以及變種人的精英 就會抵達入境審查關卡 接下來再繼續往前找 就會看到有著不同語言的入境卡 找到台灣語後就可以開始填寫入境卡囉 入境卡為雙面 正面需要填入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英日文的居住國籍、城市、生日性別、英日文的職業名稱 如果這一欄不確定的話 就ID、RD、HR、折一填寫 呼叫號碼、韓班編號、勾選來日本的目記 如果是觀光二海關則會要求你寫上飯店的英日文名稱 商務則要寫上公司英日文名稱 有些海關還會要求填上主管的電話 接著預計離境的日期 日本的英日文居住地址以及電話 以上這些資料開箱強力的建議你 在台灣的時候就要把它拍起來啦 不然在網路不方便的現場你會查到哭耶 被面責勾選有沒有被遣返的季度 有沒有在日本犯勾罪 有沒有帶毒瓶 這當然是勾選第二個選項五啊 但如果你叛逆有個性 唯二又不遇人知 那麼通通勾第一個選項 馬上就準備送返台灣 回家找媽媽討爸爸囉 然後填下攜帶現金 最後簽名劃壓 就可以排隊準備入境審查了 如果害怕入境卡有田作或是漏田也不用怕 貼心的日本人在現場有安排工作人員主動幫你看過入境卡 入觀審查時 如果你沒有長鼻子或是黑眼圈 基本上只要笑得傻乎乎 並且依照指示乖乖的按壓指紋和拍照 就能順利過關 接著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行李提領公告欄 拿好行李後就可以前往第一行下一樓入境大廳囉 因為影片長達數分鐘 所以開箱網做成另外一部影片 可以去影片下方說明的 關西國際機場入境大廳介紹中的連結觀看 接下來讓開箱網直接帶大家去買車票啦 出境後可能會在地圖上的南側或是北側 可以透過內側的兩個手扶梯上樓搭車 而開箱網待會會從這個手扶梯開始帶大家去買車票 在手扶梯前面會有鐵道的標示 確認無誤後就可以搭成手扶梯上樓 而來到二樓之後 往右邊看是日本國內縣大廳的方向 往左邊看是搭成鐵道的方向 如果不確定的話 則可以抬頭看一下上方有沒有鐵道的標示 接下來就可以邊上快老出航邊 穿呀穿、穿呀穿、穿呀穿、穿呀穿 穿過這個天橋之後 就會來到搭乘電車大廳啦 一來到這個大廳 在你的右手邊 就會看到壁壘分明的紅色以及藍色 紅色是搭乘南海電車的入口 藍色是搭乘JR線的入口 卻會不會跑多地方耶 其實在往前走一點之後 往你的左邊看 同樣就會看到兩個壁壘分明的購票處 左邊是購買南海電車車票的地方 右邊是購買JR線車票的地方 讓開箱帶大家把現場繞過一圈 現場是個半開放空間而且不大 很難很難很難非常難迷思方向 一邊是買票口 對面就是撿票口 接下來讓開箱教你買車票啦 因為開箱要做的是南海電車 所以將釋放南海電車車票的購買方式 但基本上都大同小異啦 先抬頭看一下要去的地方票價是多少 開箱用920元當例子 再回到購票界的畫面 按下螢幕上最上方的選項 緊接著再按下920元 然後再把錢投進去就可以啦 而這個洞是拿來投零錢的 這個洞是拿來放紙鈔的 這個洞是拿來找零錢的 這個洞是拿來拿車票的 這個洞是拿來裝垃圾的 如果現場有遇到任何困難 只要親切跟服務人員說 台灣No.1 除了是說一聲I'm Taiwanese 馬上就能獲得協助囉 親切開箱到底結束 趕快按下訂閱 或是到粉絲中按讚 讓我們期待下次更精彩開箱吧 掰掰